在1月12日进行的CBA全明星扣篮大赛上 这位身高1米78 来自云南玉西大山里的男孩 成为了本次CBA全明星周末里最闪耀的一颗星 而他勇夺扣篮王的故事 也是这两天最动人 最令人血脉喷张的故事 而这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新科CBA扣篮王 乙靖红 熟悉草根篮球的球迷 可能听过这个名字 或者听过他的绰号 云南滑翔鸡 而他的球峰就像他的绰号一样 飘移劲爆 身高减为1米78的他 可以在场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扣篮 但在本次CBA全明星周末之前 即便乙靖红已经有过不少高光的表现 可知道他的人依旧不是很多 直到本次CBA全明星周末 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 整个扣篮大赛 乙靖红一共完成了6季扣篮 而这6扣都是CBA扣篮大赛 历史上可以排名前列的经典动作 最终他也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击败了强敌新疆外援费尔德 和来自吉林大学唐浩博夺冠 四轮比赛6个扣篮已经洪用精彩至极的扣篮表演 征服了现场的所有观众 而比这更重要的是 他是在用心扣篮 在现场你能明显感受到他有多么珍惜这个机会 当他预赛的第二扣已经几乎完美时 他却没有满足 而是多申请了一次扣篮 决赛的第二扣也是如此 参加扣篮大赛对他来说 仿佛就是一种享受 而他就像是为扣篮而生 颁奖时皮肤有黑的以静红 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 泪洒颁奖一世 谁也不知道 他从当初山村里的少年 到如今的扣篮王 这条路走了有多久 走得有多难 可能这就是篮球的魅力吧 就像以静红最后说的那样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职业 但是我们对篮球的热爱 就像这些人做事的态度一样 这就是我要的一种精神